中美代言關心 杜蘇瑞颱風逼近 而在新北市這邊 其實也有一些間歇性的雨勢 稍早新北市長侯友宜 也是坐鎮市政會議中 來聽取房臺簡報 不過市政跟選戰兩頭燒 尤其是他的競選辦公室執行長 金普聰昨天在廣播的時候 針對衛藥案 批評新北市議員戴偉山 說一個漂漂亮亮的女生 出了事卻像老鼠一樣的躲起來 對此侯友宜的最新回應 馬上代言來聽 所以幼兒案是 幼兒園事件發生以後 從什麼吃案 餵毒 到餵藥 真相大白 其實就是一個烏龍胺 事情出來以後 因為已經造成親師關係 也造成社會的撕裂 所以每一個政治融入 你曾經做過的 不管你是 你所有的語言 尤其很多是抹黑造謠 你這個東西 真相大白 你要展現一個態度 對老師 對這次事件所傷害的人 要說一聲道歉嘛 你連道歉都不要說 那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人物嘛 所以難怪今天主席人家說真相大白以後 大家怎麼廖棄的 走得不退去 這也是屬性啦 好 可以聽到侯友宜是難得火力全開 是批評戴偉山 同樣是針對他在餵藥案的時候 他說後來正相大白之後 戴偉山也沒有道歉 他說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同時他也呼應金普聰所說的老鼠說 說這其實也跟老鼠沒有什麼兩樣 以上就是我們在現場掌握到的最新狀況